据香港东网14日报道,一间售卖头盔、面罩等防护用具的五金店,国难五金今天下午15时,许在深水不长沙湾道开业,约两小时后,香港警方待搜查令封铺。 报道称,今天下午17时左右,警员对店铺外一带进行封锁,有便装警员进入店内搜查,并有出动警犬,搜查持续约1.5小时,至18时半完成搜查离开现场。 东网提及,每逢香港发生示威活动,国难五金,均会在附近售卖头盔、面罩等防护用具。 另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,国难五金位于西环的店铺,在上月底有8人被捕。 报道称,警方当日接获报案,称有人在西区第三街,分发疑似攻击性武器。 警员到场拘捕8名男女,她们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。 警方行动中减货通取水、喷壶、油漆、斧头及大量疑似虚假的记者证,警方减货大量证物。 警方次日召开记者会交代案情表示,当时在店外发现通取水。 负责人未能提供合理理由解释,加上近日大型示威中,有暴图像警员林坡斧实性液体。 因此有理由怀疑负责人制作攻击性工具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。 谢谢。 谢谢。